日子乡市区昨天传出了车祸灶逃意外 一名62年次的汽车驾驶 与准备切换车道的机车骑士发生了插状 机车骑士的手遭汽车轮胎碾压过去 而汽车驾驶居然是撞后不离直接开车逃离 那么警方是展开吹气 最后呢汽车驾驶是盗案说明 原来汽车驾驶居然是因为无灶而心虚灶逃 准备切换车道的装性机车骑士被执行的 潘行汽车驾驶从后防察状 机车骑士当场倒地 下一秒汽车驾驶撞后居然是直接开走 轮胎还碾压到机车骑士的手 当场傻坐在地的装性骑士只有眼睁睁看着汽车远离 这起汽车驾驶肇事逃逸的过程也全被路口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而警方也根据路口监视器录影画面 循险追气 招式逃逸的潘行汽车驾驶直到20号的上午9点才导案说明 经调查为62年次装性民众驾驶古重机车 沿瑞瑞乡中正北路一段 北往南方向行驶于左转中华路 与同向69年次潘行民众属驾驶 自小客车与路口发生差状 之后潘民禁止离去 经警方通知后于本日90许导案说明 而目前警方也针对了肇事原因详细调查 以厘清肇事责任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